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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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今天我講的跟大家都有關係 不相信的話大家可以把手機拿起來放在座位上 然後閉著眼睛看你們走出會場 如果可以的話 那大概你也會想說不行我手機要放在這邊 我還要過來拿手機 當然我不是做手機的 不過我這個是講說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一些事情 特別我本身是個野科醫師 我們在做這些醫療科技的時候 怎麼樣跟數位環境來做一個互動 來產生整合的價值 所以怎麼樣的一個 就是整合能夠創造新價值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這個眼睛是沒錯 也是重角參與的另外一個領域 就是普克爾 數位科技公司的發展 就在二十多年前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我離開太大醫院 被太大醫院拋棄了 不是 是為了追尋我的最愛 一個神奇的科技 一個我認為可以改變 人類生活方式的科技 從此我就見證了 這個眼科科技二十多年來的一個眼鏡 也差不多在接近二十年 十八年前 九五年 在一個陽光灿爛的下午 我被我妹妹跟妹妹 邀約去參與的 一個蠻浪漫的事情 就是賣書 但是很奇怪的是在網路上賣書 被邀請到一個很危險的職務 叫做董事長 最後從此開始 過了蠻七彩辛苦的 齊齊複複複的生活 一照兩千年 我們跟聖略論 董事長章 準備做結合 把資訊流結合金流到物流 這個也是我講的 整合創造價值 這也是全世界第一個模式 在網路上下單 在操張自己取貨等安移 到現在為止也是唯一的 但是也經過五年 這個公路才算虧唯一 所以我也有一些 在這個領域也將近十八年的歷史 見證了蠻多的事情 這兩個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職務醫療輸出的科技中間 到底會交界成什麼樣的火化 那當然大家 剛剛都很清楚了 就是說 數位科技就在蓬勃發展 當然醫療科技 也日益的成長 很多新科技的推出和法治 但是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最大問題不是科技本身 當然我們都知道 醫療科技的特性 他說 做醫療科技推出來都是 比較複雜的 比較昂貴的 同時 他的對象是多變化的 本身科技也是 那數位科技的特性 大家知道摩爾經歷的話 是 每十八個月 都會 今天價格下跌一半 有運算能力 經過二的N4倍以後 這個科技運算能力 就變得越來越便宜 所以才變得更快速便宜可靠 今天聖誕節的音樂赫卡 他的計算能力 遠比N多年前的 IBM的大電腦 都要來得 運算能力更強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 醫療科技跟數位科技 把它整合 創造出一個新架的智能 醫療科技在不斷地 被數位科技所加乘、複製、演化裡頭 得到一個新的真名跟方向 這裡頭呢 蠻重要一點 最重要的 我把這裡三點 其中呢 首要的 倒不是科技本身 而是我們 應該強調的是說 這個 在行銷溝通方面 再連結方面 其實才是科技本身 最後運用科技 會產生出很多的數據 這也是我們在用海浪資料的一個因素 首先談到行銷 過去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顧客呢 就是村莊 鄉村上面的這個 村上的 歐吉桑 歐巴桑 那個是五六十歲 當然我現在五六十歲 不能說我是歐吉桑 那就是 可是呢 現在所謂的鄉 鄉村上的 這個 歐吉桑和歐巴桑 都是指說 二三十歲的 或是三十十歲的 這個 年輕的歐吉桑和歐巴桑 他們都在網路上跟田 送開心農場 所以呢 它整個工具不同 那這個 擴充的方式 也不一樣 它可能上網搜尋很多資料 比如說 從最早期的這個 這個 Yahoo的 作為路口網站的一個搜尋 一些微博的一些知識庫 或知識家的一些分享 甚至到一個互動式的一個方式 那到最近就是說 這個 大家離不開的Line Facebook 通訊 交互的軟體 所以這些呢 其實是 成為越來越重要的一個 溝通的一個工具 跟這個方式 因為我有新科技 我必須解釋給病患聽 那可能病患在來之前 他必須要 他有一定的了解 那這樣的話 可以節省很多的溝通的 這個 誤解 或者是增進很多的效率 那再過去的話 可能這個 醫生呢 講得很用力 講得很用心 可是 講得很出神 講得很用神 可是病人聽了卻出神 跟謊神 因為他不曉得你在講什麼 可是我們現在有這個 數字化的科技的時候 你可以比較容易的 跟病人做一個溝通 說明 比如說 如果病人問我說 什麼是圓嘴角膜 我說圓嘴角膜 很簡單 就是說 正常的角膜 就跟一座平滑的圓球一樣 那圓嘴角膜就是中間凸起來 所以你看看這個顏色紅紅的 就是圓嘴角膜 那這樣我明白了 OK 那還有病人 高度情勢有可能問 那什麼叫做黃曼布裂孔 黃曼布裂孔 黃曼裂孔很簡單 你透過這個 鑽成掃描 有這個正常黃曼布 正常的圍凹 到這裡一個孔 就叫黃曼裂孔 所以他的 整個的一個說明跟解釋 都變得潛力簡 所以這是在行教過程端 那在那個 眼科正經本身呢 他有這個 什麼樣的一個發展的應用呢 我先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二十多年來眼科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眼睛就像一個照相機一樣 這幾年只要發展就是說 我們眼睛如果平常是一個照相機的話 我們眼睛的角膜 就是最前面的這個鏡頭 就好比照相機的前鏡頭 然後眼睛裡頭的水晶體 就好比照相機的變焦鏡頭 那我們眼科醫師二十多年來 科技主要是在這兩方面的一個進展 就是這兩個鏡頭的 那這兩個鏡頭如果搭配不協調 那就會產生金視、遠視跟閃光 那如果說他的這個 裡面的變焦鏡頭老化、硬化就變成老化 那在混合的話就變成白內障 那舊時代的這個眼科是 那個我們就慘不忍睹了 我們就是不要說一般年 我們一般看了也是 眼科一直看了也是看不下去 那就是抓住 然後這個用 應聲聲把這個白內障 合到後面去 應該就很恐怖 那你不用擔心 現在的那個科技能很進步 那就是說這麼多的一個科技幫我們服務 以前很多人看眼鏡 今天只有一個亮光照的照 適當的事 現在有更多這麼多型的 你包括我剛講的 假木地圖儀啦 那個 那個 蒜毛彈粉 那這些等等 那更重要的是 有很多自由的方式跟方法 那這些呢 都 好比 就是 我 提到的說 每一個設備機器 其實它都是一個 我們最愛 我的最愛 就是 好像說愛車人在聽 那個 那個 汽車 跑車的引擎一樣 有時候 我晚上 會睡在這個床上 那 那個 聽聽這個設備的呼吸 聽聽這個 感受一下這個 設備的這個 這個 脈動跟跳動 那這個床很舒服的 因為它一台 兩千萬 比那個 什麼任何西方 都要好 那這樣的一個體會 其實 讓我們更接近顧客 那 這裡頭 好 這個是 我的最愛 就是近視類似的 矯正技術 那在這個 科技的發展 哇 之前呢 我實在沒辦法想像說 為什麼 這個 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可以矯正這個 所有的近視 跟這個 那個 那個異常 其實它很簡單 就是說 改變角膜弧度 就能改變這些問題 那過去呢 是用 就是板神刀 來製造一個角膜棒 那現在呢 是用純紋子雷射 來改變弧度 把這個角膜棒 蓋回來 那就是矯正的度數 然後呢 也是來淵源營這個數位科技 誰發明的 IBM 那個 那 它是可以在頭髮上雕刻的程度 那 90年開始 應用在眼科 改變區度 所以那個時候 我不得不 離開台大 因為我想要做這個型科技 那 到現在呢 這個科技 又更進步了 現在可以做到 七次元的 可以做到 這個 每秒鐘 1050 那個 有一個激發 聽他聲音 越來越可愛 那 有了 有了舊愛 慢慢 當然 現在更進一步的 有更新的科技 來發展 這個科技叫做 飛秒 那個雷射 那飛秒呢 就是千萬億分之一秒 就是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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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到底講多少個零 值得付出之刀 所以它可以非常精密的 這個 移轉到原始的程度 等於是 可以來矯正這個 就是 近視 老花 還有這個 白內障的運用 所以它第一個應用 其實就是 應用在這個 跟這個 矯正近視的 準分子相結合 那這也是我講的 兩個科技 一個顆裡頭 不同的兩個科技 它再結合起來 產生新的應用 當然這時候 就是把過去的 有刀的板子刀 淘汰掉了 變成 無刀的 這個 準分子雷射 無刀的 雷射 近視矯正 所以就好像武林高手一樣 這個 武昭聖有招 也是時候 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 武昭的時代 那 一樣的 一個新的 一個應用整合 再整合到一個 傳統的 這個 白內障來 所以所有的 這個傷口 都是由這個 這個 電腦控制的 電腦引導的 來 把這個 白內障 好像 珍珠奶茶一樣 就是把它 都這麼 一下子都把它變成 一顆一顆一顆 很容易就有一個吸管 吸吸吸吸吸 都吸掉了 很快的 變成又快又好的一件事情 不是 一點不可惡 大概跟你喝一杯奶茶的時間 五分鐘一樣 我們就結束了 整個近視、遠視、閃光、老華 全部都可以矯正 所以 這個也是科技的一個矯正 配合這個 山口的一個 製作的鋼匠 就是這兩個車 再加上水晶體的眼鏡 最後 王者勝書 就五合一的晶片 它可以矯正 所有的近視、遠視、閃光、老華 還有白內障 做一事解決 當然 因為人生就有 黑白的變成彩車 甚至回復到 你不曾擁有過的 原生實力 所以這是眼科科技本身 再來 這麼多的一個科技運用 就會產生很多 很大量的資料 不再是 那種簡單的處理所能處理的 這是這一年來 最盛行的一個名詞 在之前 大家有講的 雲端運算 雲端計算 海洋資料是基因於雲端運算 就是因為有非常便宜 而超級的運算 以後就像水電一樣 你可以用多少取多少 所以你才可以 這樣的一個 運用這麼多 超量的資料 那這種海洋資料 就非常巨量的 多樣性的 即時性的 同時 它好像你在沙中掏金一樣 事實上 它的價值是非常細薄的 所以數據量非常大 可是我中間要找出一點 含金量來 我需要很多的一個運算能力 所以也是因為運算能力 便宜到這個程度 我們才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一個普通的門診 看診治療 診斷掛號 其實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流程到 術後的回診 關懷之類等等 都會產生無數多的資料 根據統計 一分鐘內大概有 在醫院裡 大概有十幾萬筆的一個紀錄要產生 這中間的數 資料非常非常的大 還好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有這個大資料的一個 大數據運算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比喻 像大家都有上網路 買過東西的經驗 可能你會買 Utex八分鐘Talk 像是你買這本書 可能就會推薦你說 那你買這本書 可能通常也會喜歡某某什麼書 那你買這本書 你之前有類似這些書 有哪些 那你之前買過什麼書 都會幫你成立 像這樣子 所以可以的一個應用 提高購買率 提高上位效應 提高忠誠度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模式 我們跟他應用在醫療一樣的 有一位交接過來 他是老花跟近視 當然我們在診斷治療之後 也可以給他一個訊息 你有老花跟近視 那像這樣的人 也可能會有這個 板內障問題 對溫針的問題 那這樣的人 也可能就是 會需要什麼樣的一個治療 比如說這個 一些保健 或者病情檢查 那你可能需要過去 你的病史 在這邊就是怎麼樣 那這些都可以整合起來 那這樣的一個服務的方式 初衛法的方式的話 可以提高這個治癒力 可以提高這個 更多的一個服務項目 也可以提高這個忠誠度 那其實這麼多的一個資料 怎麼匯走 無非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要照顧我們的 每一個人的 一生的一個照顧計畫 不是只有單次而已 而是說持續性的 比如說近視 然後老花 然後板內障 這一系列的一個變化 這中間有非常多的一個數位產生 所以 今天 我所提到的這個醫療科技呢 回到它的本質是複雜 很會變化 所幸 我們有這個好的數位科技 是快速可靠便宜 那用尼克為例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跟介紹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用這些在這麼多的數位環境下 數位科技還能夠為我們做什麼 為我們的生活或工作 多創造出什麼樣的一個整合價值 那不管怎麼樣 我想是科技總是要為人服務的 所有的科技的原始 都是持續原性 也是作為一個顧客 不管我們是兵患還是消費者 我們都希望所有的科技 都能夠為我們服務 那我們也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想法 從入我們怎麼樣運用 在這樣的一些數位環境中 來發揮它的一個整合價值 把它整合在 改善我們的生活 改善我們的工作 讓我們人生的生命 變得更美好